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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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解释自己在房子装修完后都有再上去阁楼再三确认 不知道那个闪光来源的夫妻于是决定在阁楼装监视器 装文的那天她也没有再被声音吵醒 也没有看到什么闪光 但隔天早上她打开监视器画面的时候 没有期望会看到什么 但事实上影片让她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在半夜她们一家三口都已经睡着的时候 隔楼与邻居连接的墙壁被拉开 隔天才讲过的话邻居爬了过来 手里拿着砖头以及一片木头 小心翼翼地爬到床上方 然后在她们天花板上砖孔 下面就是她们小女儿的床 她双脚跪在那片木片上 看着她们女儿整整30分钟 看完后再次爬回去把墙壁拉门拉回去 男子看完画面立即报警 给警察看完影片后 警方立即到隔壁逮捕那位邻居 当警方爬上去那个阁楼的时候 发现其实上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被砖洞口 由于这个鬼邻居已经偷窥她们女儿上瘾 警方盘问的时候发现 她已经爬到上面有一段时间了 后来她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加上精神赔款 第二 人体检投 八个躺在空旷草地的小孩 看起来应该有什么可怜背后故事 但其实这些小孩都很好 而且其实她们都很聪明 从上阳角往下看 可以看出她们故意趴着拍出了一个大箭头 这是为了帮忙开直升机的警察 往该看的方向看 警方立即使用热感应望眼镜 发现前方有两个小热点 这两个男人其实是要闯入别人家里的小偷 要不是这些机灵的小孩头脑 警方就无法快速找到男子的定位 当下这些小孩正在找小脑的彩蛋 但没想到竟然帮了警方找到她们需要的彩蛋 真是一举两得 第一回约的爱 世界上有许多爱好动物的人 有些甚至为了动物可以放弃一切 Timothy Treadwell 又被称为熊先生 因为不怕死跟野生熊住在一起的文明 他一直都觉得他生来就跟熊有无法解释的连结 他在阿拉斯加公园花了13个夏天 跟那些野生熊住在一起 影片中可以从他的声音听出来 他对这些熊的热情 但接下来让毛骨搜完的是 他跟他女友在影片中谈论的那只熊 即将带走他们的生命 他在影片1分6秒出说的话更让人不安 他哽咽地说着 希望自己可以永远挨着这些熊 如果不行 他也愿意为他们牺牲 不过他应该也是有足够的信心 才会在这些野生熊周围这么安心 但却不知道其中一只 让他无法再做到他最后的承诺 我保证我会回到这些野生熊 等短的影片背后 其实还有可能有数个小时的故事 那个按键让你最鸡皮疙瘩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帮我按喜欢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